农历新年即将来到而花莲施工所再度与花莲县长青书画会 携手合作 1月25号、26号一连两天在施工所前广场 举办113年迎新挥豪正春联的活动 而现场也吸引到许多民众前往索取 洋溢着浓浓的年节氛围 书法家们一直排开提笔挥豪 其中更有人大展身手发挥创意 绘制各种龙的图腾 为市民客制化专属的赫年春联 为了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花莲施工所再度与花莲县长青书画会携手合作 1月25号、26号一连两天在施工所前广场 举办113年迎新挥豪正春联活动 我觉得很不错啊 在过年前的时候 然后大家可以来这边写自己想要的字 然后办理这个 就是不用钱的活动觉得还不错 然后也可以办理家画那个龙 外面也没有 今天一大早我们八点多来布置的时候 就有民众在那边等了 都很期待 尤其是很多民众 去年有拿到兔的图腾的 今年他们就特别带来 希望能画个龙的图腾的 对 所以我们有很多老师就是都可以现场 画都没有问题 然后排队都排好场 我们也觉得满满满又有荣烟的啦 活动现场也摆满衣服服对联 提供民众自行挑选 尽管寒冬来袭活动一早仍然吸引不少民众前往排队 要亲眼见识书法民家们的回豪风采 那嘉宴这边也会持续的把这项活动延续下去 也希望说我们所有市民 那可以来这边做一个书法的一个领取 那更感谢我们理事长 长期来对于书法这项文化的运动 那持续的很关注 那不只是在我们年节 那普通的时候也有办类似这样的书画的一些活动 那这边也谢谢协会送我们两幅 春联 一幅是龙花富贵 那另外一幅是龙光幻花 那真的非常的可爱 也谢谢我们协会 那最后祝福我们所有市民朋友 新的一年新年快乐 正春联活动在26号还有一天 时间从早上9点至下午4点半 中午休息时间为12点至1点半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前往华联市公所前广场索取 为家中除旧不新 并感受即将到来的新年温馨氛围 记者许丽晴华联市报导